這項目是這個UI Text Automation 然後在我們HTC CS Team 好,這個是今天的捐打 首先我簡單介紹一下我們HTC Connected Service Team 是在做什麼 好,然後再來我們做 Automation 然後我們的目標是什麼 好,然後介紹一下 我們當初Survey有找到一些Tools可以使用 好,那因為時間關係 我不可能每個Tools都介紹 所以呢,我就Focus on在這個 Open Source這幾個Skooli,Selenium 以及Robot Framework 好,然後最後做一個簡單的Demo 好,不好意思忘了自我介紹 我叫Guy 那我目前在這個HTC Connected Service Team 然後擔任Test Engineer 主要負責的工作呢 是做Functional Test Automation 然後以及建置我們Team內部的 Automation Framework 然後以及implement一些Testing Tool 好,那我們Connected Service Team 這個Team是在做什麼 我們主要是提供給 使用HTC手機的這個用戶 在Browser跟手機上面 使生活更加便利的Service 好,我舉個例子 比如說我們提供一個Service 叫做Ring Phone 好,你今天用了HD手機 你在家裡 不曉得你的手機放在什麼位置 好,你可以Login進去我們的Website 然後點一下那個Ring Phone 這時候你的手機就會響起來 好,那你就知道說你的手機放在哪邊 好,又或者是說 你今天出門的時候 你的手機放在家裡忘了拿 好,那你到了公司之後 你想知道說 今天有誰打電話給你 有哪些位接來電 那你只要在公司 Login進去我們的Website 然後登錄之後呢 你就可以看到 你今天手機有哪些位接來電 因為你手機上面所有位接來電 都會Upload到我們的Cloud上面去 那你用browser你就可以去query了 有問題嗎 好,所以我們提供了很多 這樣在手機跟browser上面的Service 所以呢,我們的test case 大部分都是要在browser跟手機上面游走 然後來回操作 然後驗證 驗證兩邊的Status 好,我們這樣的test case有兩三千條 那我們支援的browser很多 支援的手機很多 那如果說每一次改版 然後要這樣從頭到尾全部做測試的話 這是一件非常費時費力的事情 所以呢,我們就計畫說 要把這些functional test case 部分的把它去做automate 好,那我們automation的目標呢 就是說 首先呢 就是當然要加快testing的process 好,然後呢 希望說每次改版的時候 可以很快的用這個automation 做一次regression test 好,然後希望說我們做出來的東西呢 可以跑 可以支援多個platform 然後可以跑在 多種不一樣的手機 好 那要做automate的話 當然我們就要去 survey所有哪些tool我可以用 好,那在web這邊呢 webEY這邊 如果說你去google的話 你會發現說 非常非常多的tool我可以用 那我這邊只是列出 比較popular的一些 比如說 selenium water 什麼test complete 好,那在手機上面的tool 就比較少一些了 好,那 網路上比較多人推薦呢 就是Skooli Monkeyrunner 以及Robotian 這三個 好,那這三個tool有一個缺點 就是說它去辨認 UI element的方式是用坐標的方式 或者是用圖像的方式 好,那用這種方法的缺點呢 就是說 當你螢幕解析度一改的時候 或者說 你某個button的位置一變 因為你是用坐標去locate的 這時候你的script 可能就沒辦法walk了 好,所以呢 在做UI automation的時候 比較好的方式 是用物件 去identify每一個UI的element 那這樣不管解析度變 或者說這個UI的element位置變了 好,也不用怕 你的script還是可以跑 好,可是因為現在市面上 比較缺乏這樣的tool 因此呢 我們公司內部自己開發了一個 叫做smart recorder tool 它不是open source 它是自己HTC裡面in-house的tool 好,那它的原理呢 就是去辨認這個物件 然後用物件的方式 來做手機上面 UI的自動化操作 好,那有了Web UI的tool 有了手機上面UI的tool 好,那我們可能寫了script 好,可以跑在兩個上面 好,可是我們總是還有一個東西 可以串起兩邊的flow 好,那一個簡單的做法是 你可以寫個batch檔 那這個batch檔呢 可能就先run browser 好,然後再來下一個呢 可能就是在run手機上面的指令 好,可是這種方法可能會比較不好一點 比較好的方法是 你應該找一個framework 這個framework呢 可以去幫你管理你的test case 然後可以幫你產生一個好的report 讓你知道說哪些case pass了 哪些case fail了 好,那我們發現 robot framework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好,那因此呢 在這個 我們的tool最後我們就選擇說 在browser上面呢 我們就是用selenium 那在手機這邊呢 我們就用scooli smartrecorder 跟monkeyrunner 那我們怎麼樣把兩邊的東西串起來呢 好,我們是用 有一個open source的tool 我叫做robot framework 好,那因為今天的主題是open source 所以呢 我待會會比較detail的講 就是selenium robot framework 跟scooli 我就講這三個而已 好,那首先介紹一下scooli scooli是open source 然後呢,它是一個image based programming 好,什麼意思呢 我們來看一下 這張截圖呢 是用scooli的ide 錄出來的script 好,我們來看一下第一行call 第一行call寫著click 這是一張圖片喔 右邊這是一個圖片 click這個圖片 好,當scooli看到這行call的時候呢 當他去解析這行call的時候 他的做法呢 會去桌面上 現在這個桌面 從左到右 從上到下 然後去找這張圖形 好 找到這張圖片之後呢 就去這張圖片的中心點 按下去 好,這樣了解我意思吧 所以 他的原理就是 去找這個桌面上 第一個match的這個圖形 好,然後去做你要的操作 好,然後呢 他提供了一個不錯的功能 叫做seminiity 這個什麼意思呢 你在每一個圖形的後面 你可以給一個參數 就是一個相似度的參數 我舉個例子 比如說 今天我在這個圖形的後面 我給一個參數 0.7好了 好,那麼scooli在去找這個圖形的時候 他不會去找那種百分百match的 他只要去找到任何一個圖像 在你的桌面上 然後他用模糊比對的方式 然後發現說他的相似度大於0.7 好,這時候他就認為已經match了 這個東西非常好用 他可以用在 如果說你的script 希望可以跑在多解析度的平台上面 這個非常好用 我曾經實驗過 當click一個image的時候 我如果給一個0.7這樣的相似度 那麼我的script 是可以跑在800x600 以及1024x768 這兩個平台上面 如果說我相似度給一個1 百分百match的話 那我的script只能跑在800x600的解析度上面 那1024x768 因為你要百分百match 那個解析度已經變了 所以就沒辦法match了 所以script就沒辦法跑了 好,然後呢 這個語法是scooli自己的語法嗎? 不是 你把這個script把它export出來之後 你會發現它是一個python的語法 好,那既然是python的語法 你就可以把它export出來 然後去呼叫python的library 然後做一些if else的判斷 讓你script比較robust一點 好,然後它目前支援的playphone 有mac、window跟linux這三種 好,那這時候你可能會問說 奇怪,我剛才不是說 我用script 然後用來做這個手機的automation 可是它又不支援android的playphone 那我是怎麼做到的呢? 好,很簡單 我的方法呢 就是用window然後去remote control 沒錯 這個手機就是用遠端作面的方式 連接到手機 然後再用scooli去操作 那我這邊很快的demo一下 好 我這樣講聽得到嗎? 可以 我現在這邊也是手機 OK 那我現在在我window上面 已經用這個遠端作面把它投影過來的 好,那我待會想做一件事情 我想寫一個 很簡單寫一個script 然後是可以click這個地方 把這個設定click下去 不好意思我把這個拉到左邊一點 好,那你要寫上scooli 用scooli的話 好,就是你首先先把這個scooli ID的界面打開 然後呢 然後呢 左邊這邊有個click的選項 不好意思我拉右邊一點好了 好,這邊有個click 這樣已經被遮住了 我待會會把這個click按下去 稍微往左邊拉一點 好,我把這個click按下去之後呢 好,這個scooli的ID他會問我說 現在我要click哪張圖片 好,那我就把這一張圖片把它框起來 好,框起來 好,框起來之後 好,那你就已經入好了 好,你待會要run的動作 好,那接著呢 我去播放它 好,那這邊有兩個選項 一個是執行 一個是慢動作執行 我現在用慢動作做執行 那待會各位會看得比較清楚一點 好,那我現在按了慢動作執行之後呢 好,它會開始長 打到之後呢,它就會圈起來 因為我是用慢動作直接的關係 然後圈起來之後把它按下去 好,所以這樣就click下去了 好,那我這個手機的畫面也跟著變了 好,ok 好,然後再來是 好,再來是Cernanium Cernanium一樣分 source 然後呢,它是for web UI的 automation 好,那它支援的browser很多 好,比如說IE, Firefox, Safari 就是試占率比較高的browser 它都有支援 好,然後呢 它一樣提供一個ID的tool 可以讓你呢 直接用這個ID的tool 去把這個script錄下來 好,那錄完之後呢 你想對這個script做修改 你可以把它export出來 那它支援的語法很多種 你可以把它export成python export成java 或者把它export成ruby 好,那所以呢 用script的時候 這邊有幾張截圖 好,首先呢 你可以去把這個ID把它叫起來 那它的ID是firefox的一個plugin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這個 這個畫面其實是 從firefox裡面去把那個ID把它叫起來 好,ID叫起來之後呢 你就可以開始去錄它 那錄你就是跟平常在browser上面操作一樣 你就是去操作你的browser 好,操作完之後呢 然後呢 你就可以把它export出來 你這邊你可以去選它的format 好,那這邊呢 就是它所有資源的這個language 它已經跟某些那種unitest的framework 整合在一起了 好,然後再來是robot framework 就是我現在想一個方法 把剛剛講的scooli跟selenium 把這兩邊我需要的script 我想把它串起來 好,那我用的tour呢 就是robot framework 好,它是open source 然後它一樣有一個ID的tool 讓你很方便的呢 可以去管理那些test case 好,然後它有個tagging的feature 這個tagging就是說 你可以把這個test case上tag 比如說今天這個test case 你覺得它是屬於smoke的test case 你就可以上一個smoke 這個test case是屬於p1的test case 你可以上一個p1 那下次我要run的時候呢 我就可以跟robot framework說 比如說我這次我只要runsmoke test case就好 好,那它就會只會執行那些test case 標有smoke這個tag的 它就不會全部去執行 這是它一個tagging的feature 好,然後呢它會產生這個well format的report給你看 好,那有了這個report之後呢 你就可以很快的去identify 去說到底哪一個test casefail了 那這個test case為什麼fail呢 是fail在哪一個步驟 好,然後另外呢它support這個data driven based的testing data driven的意思就是說 同樣一個test scenario 然後因為input的參數不一樣 而有很多不一樣test case 好,那這些test case它其實scenario是一模一樣的 只是input的參數不一樣 好,那這種data driven testing robot framework有很不錯的support 好,robot framework它本身它只是一個框架 它去幫你管理test case 然後產生report 它不曉得說你每一個測試要怎麼樣去執行 它不曉得 所以呢,怎麼樣去執行這件事情呢 是你自己要去寫script 你自己要去寫test library 好,那它支援這種test library 所以它用了語法有python跟java 好,這也是一個為什麼我們選擇robot framework的原因 因為我剛才講 scrooley最後export出來的語言呢是python 然後呢,selenium可以export成python或java 好,所以呢我們就用robot framework 因為它支援python也支援java 好,但是robot framework只支援這兩種語言喔 其他語言它就不支援了 好,那這邊呢是它id的截圖 robot framework id的截圖 那在左邊那邊呢就是 比如說我今天我有一個script叫做dashboard 好,我有很多個test case 它是用樹狀的方式列在那邊 好,然後呢我可能左邊點了某一個test case 叫做什麼db0023 然後右邊這邊呢就秀出這個test case有哪些步驟 好,在右下角這邊各位可以看到 比如說我第一個步驟,這個common只是一個註解 好,第二個步驟呢 我可能我想要browser去做一些事情 然後在第三個步驟我想要做什麼事情 這是你用這個id的tool 你就可以用來去管理你的test case 好,最後用robot framework執行完之後呢 它會產生一個html report 好,這個html report 如果說它的背景是紅色的話 表示說你這裡面有某一個test case是fail了 如果它是綠色,表示說你的test case全部都pass 所以呢,你從這個sample就可以知道說 我今天我一定有某個test casefail了 好,那 這個畫面可能各位沒辦法看到 在左邊那邊 好,那我想知道說為什麼這個test casefail呢 你可以去點進去那個test case 點進去之後呢 你就可以看到一個比較detail report 它會跟你講 每一個步驟執行出來的結果是怎麼樣 那個綠色的字 表示說這個步驟執行出來的結果是pass 紅色的 表示說這個步驟執行完的結果是fail 這樣你就知道說這個test casefail 然後它是fail在哪一個步驟 好,那我現在 我demo一個lock phone的sample 好,這個lock phone是什麼 這個lock phone是我們提供一個service 就比如說今天你的手機 好,掉了,掉在路上 那你不希望撿到的人去看你的資料 好,那你這時候可以log in進去我們的blog log in進去我們的website 然後選擇說現在我要把我的手機lock起來 好,那你就 然後就 去把它lock起來 lock起來之後呢 好,你的手機呢 就會被lock住 然後呢 在我這邊的demo 我會用roba framework 首先我會用senalian 去browser這邊 log in 然後去trigger這個lock phone這件事情 然後呢 再用scoolie去等說 這個手機真的被lock住了 然後呢 我會去把這個手機去把它解鎖 用剛剛在這個browser這邊 我輸入的pin code 比如說我輸入我要lock的pin code是1234 我這邊的解鎖 我就會用1234這個pin code 去把它做解鎖的動作 好,那這邊不好意思 我可能沒辦法提供live demo 我這邊是已經預錄好了 我們直接看我錄好的東西 好,現在這個roba framework 叫起來之後呢 好,它首先會去把這個browser打開 用senalian把它打開 然後log in進去 好,現在log in進去我們的website 好,然後它會按下左邊lock的那個button 然後輸入一些比如說pin code 或是message 然後save之後 好,這時候手機這邊就會被lock 不好意思 我先把這個畫面移過來一點 不,這是錄好的 我沒辦法移 好,這個右邊就被lock住了 然後 都看不到 好,然後它會解鎖 好,然後它就會把這個 我剛才說的pin code是1234 它就會把1234按下去 好,然後這時候再去按3 然後再來按4 好,就完成解鎖這件事情 好,那這些動作呢 我是用scooli做的 好,那你會想scooli怎麼會認得1234 好,那 先把這個關掉 好,那基本上呢 我是已經把這些android上面的圖片 我都已經先把它截取下來 然後存成一個一個檔案 好,所以比如說我要去按1234 那我就先去找1這張圖片 2這張圖片 3這張圖片 好,這樣呢 就可以用scooli去操作你的android手機 OK 好,那我的demo就到此結束 那我不曉得各位有什麼問題 OK,請問 請問一下 就是 我剛有看到你的那個UI test 那我想問的部分就是 你們的UI test 可以自動化到多麼深入 是說 可能只是去測某幾個 UI上面的app按下去 還是說可以測到說 比如說 我去把Wi-Fi打開 然後看看 UI就是有辦法測到說 我Wi-Fi是不是有開成功 或是甚至說 我現在Bluetooth做連線 然後連完線之後 我把我的profile 可能就是切到A to DP 然後去 播個聲音看 就是有沒有成功 有辦法測到這麼深入嗎 可以可以可以 可以喔 我想像你剛才講Wi-Fi那個例子 比如說什麼Wi-Fi有沒有開啟 有開啟或沒開啟 他其實他 麻煩用minecraft公共 不要好錄 OK 喂 OK 剛剛那個 你講Wi-Fi那個例子 Wi-Fi有開啟跟沒開啟 它的圖形應該是不一樣的吧 那既然是不一樣的圖形 那你用scooli的話 你就可以去verify 比如說 如果說有開啟的話 圖形應該是長這樣 沒有開啟的話 圖形應該是長這樣 是可以做到的 不好意思喔 那我再問一下 因為其實我們 有開起來跟沒開起來 那只是證明說 這個Wi-Fi現在被bring up了 OK 那如果說 我們進一步去做 對AP做 connection 做連線 然後連線完之後 想測的時候 它有沒有辦法說 這是不是真的連上了 然後有可以上網 你有沒有辦法做到這樣嗎 喔 你說它是不是真的有上網 對對對 真的有上網的話 如果說 你要用scooli來做 是有方法的 你就用scooli 去點browser 然後看看 看看它有沒有連到 連到某個頁面 然後那個頁面的圖形有出現 比如說你拿到Yahoo 看看首頁那個Yahoo 那個圖形是不是有出現 就表示你有連上了 你可以這樣做 對阿 可是這樣做比較麻煩啦 所以 在我們內部 我們的做法會 會用別的方式 可能直接去call 某個Android的API 然後去看看說 這個網路是不是通 我們會用這種方法來做 然後不會從UI上面去做驗證 好 謝謝 你的禮物來拿一下 好 那還有別的問題嗎 OK 那個請說 我想問一下說 如果我今天是一個 我要開發一個APD 那我要在手機上面測試 那這些組長 是受截取的嗎 還是說我一定要去截取 然後再去 我的做法 我是自己截取的 那當然可能還有更好的方式 這個我不清楚 但是我是自己去截取的 對我 HTC內部也沒有 也許內部有這樣吐我 可是可能不是open source OK 那個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這個工具的時候 如果有兩 就是說 有兩張圖一樣 上面上有兩個圖一樣 OK Skuli的做法呢 Skuli的做法就是說 它從左到右 從上到下去scan 它scan到第一張圖呢 如果是match的 好 它就會直接對它做操作 第二張圖它就不管了 可以調整 你可以用Skuli去設定說 今天我要找的那個範圍呢 只在某個範圍內 而不是整個桌面 像比如說我剛剛我的手機呢 我的畫面 我都把它擺在最右邊 所以呢 我Skuli 我就會設定說 尋找的範圍 只要是右邊這個區塊就好 左邊就不要 就不要找了 Skuli有這樣的功能 好 好 欸 可以 不好意思 OK 對不起 我問一下 你覺得說 你如果有開發的話 你會用電源upster 這樣 對 對 那你用電源upster的話 它在電源程式 有什麼在一起 跟什麼 跟應用程式連結在一起的 他怎麼實作的這個我不是很清楚 對 你有興趣的話可以加入我們公司 然後去那個team 對 然後你知道之後再跟我講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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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所以你是說把手機rollback到原本的狀 就是 factory reset的狀態嗎 假設如果手機本身的那個admination 它會無力的它還有搭配後台的cover OK 我了解你意思 這個是你自己要想辦法去實作 你要在你的test library裡面去把這些東西處理掉 那robar framework 它每個test case 有setup 跟teard down 這樣的功能 就是說它每個test case 都會先執行setup 然後最後呢 去執行setup 執行teard down 那你剛才講的那些動作呢 你就可以把它放在setup裡面 你當然就要自己去寫code 自己去處理了 有回答到你的問題嗎 這位先生 你好我想請教一個問題 就是說你們在做那個壓力測試 比如說你們想模擬幾萬台 手機連上裡面那個web的服務的話 也是這樣做的嗎 當然不是這樣做 Performance test是用別的方法來做 那我現在講的方法就是只是for functional test而已 對 因為如果說Performance test也要這樣做 那我可能要準備很多台機器 那每台機器都連一個手機 然後去power school 對 那這樣不可能 其實我問題剛剛有點像 那我們知道貴公司的手機 那個型號很多嗎 對 那像你現在做那個程式的測試 那相信可能每一台手機型 我可能都要去測試它 因為這樣才能達到那個自動化的效果 那像你們在這樣部署 或者是在執行這麼多機型測試 可以請問一下貴公司怎麼去處理的嗎 因為像量這麼大 相信應該不太可能是每個人自己去手工去灌 然後去執行scoolie 那他執行 對啊 所以不知道貴公司怎麼處理這個事情 那我剛才有講到一個tool 我叫做smart recorder 它是用物件的方式 去辨認每一個UI element 然後去run 那所以基本上 如果說你smart recorder寫得好的話 比如說我今天就針對某隻手機 然後用smart recorder去開發 然後呢 我這個script 基本上是可以很輕易的 就porting到別的手機上面 當然還要做一些修改 可是那個修改的afer不會說太大 所以就可以用smart recorder 然後這樣做到這樣多個手機的測試 那scoolie可能比較不適合 就是寫了一個scoolie scribble 然後可以跑再多個手機 scoolie比較不適合 因為他的圖形 兩隻手機之間其實差距還蠻大的 OK 那位先生 兩套 兩套 你是說web那邊 跟那個手機那邊嗎 喔 對 所以我說 我是用robot framework 去做的 我robot framework 我可以控制說 我先去叫 那種scoolie的script起來去執行 然後呢 robot framework 會在那邊等 等說 scoolie這邊的程序 run完了 然後呢 再去叫scoolie這邊的script 去automat手機這邊 所以我是用robot framework去做的 我剛剛舉好很多次了 所以只要 不好意思 OK 就我使用scoolie的經驗 假如說我在寫非常多unites的時候 其實他會 那些script其實要做非常 非常多層次的微調 比如說那個 他的simulate的參數要一直調 或者是說 你要左邊一點 右邊一點之類的情形 那我自己在寫的時候 我發現有非常多這種情形 那你們要怎麼克服這種情形 因為譬如說 我就測一支AP 我就要花很多的時間去做微調的話 那相信你們應該 要花更多的時間去測試你們整個系統的app 對 不過目前你講的問題我們還沒有遇到 因為我們才剛開始起步 對所以我們寫的東西還不多 所以看你們有沒有興趣加入我們公司 OK 那不好意思因為時間已經到了 好那我station就到這邊結束 謝謝各位 好那我們給HTC的趙先生再一次熱淚掌聲 然後他們要求 因為大概很多人對他們有興趣 所以 來 10秒鐘 20秒鐘 講一下 大家好 那個很高興 HTC有這個機會 能跟大家這樣 open source這些高手 討論一些技術 那我相信大家一定對剛剛 那個Guy 他講的應該都很有興趣 不管是UI 或是剛剛那位先生 你說怎麼模擬幾萬隻手機 一起去做測試 這些東西 其實我們現在都有在開發 那其實HTC真的很欠人 那也希望大家假設等一下呢 station有時間的話 可以到二樓 可以到樓上 我們HTC攤位去了解 我們人都會在哪裡 歡迎你們過來 討論技術也好 或者是說 討論工作也好 歡迎各位 謝謝